这个也是一种铺冰 也是应该讲是一个 在书目题材上是一个转据点 很多老医人都把他几十年来的经验教训 毫无保留地讲出来 这个会议很有生活 出生在上海的陈云 深谙平潭义云 他对平潭的现状与未来 有着成熟而深刻的思考 在会上他意味深长地对大家说 平潭要像平潭的样子 他说平潭要像平潭 就是要有人物有血有弱 保持平潭医术自身的特色和规律 坚持艺术与形式的相对问题 使那些沉寂多年的历史书 传统书目和二类书目得以重新上演 像雨蜻蜓 百蛇传 珍珠塔 苗金凤 双金钉 等等吧 他基本上都出来 多少年来平潭被人们称为天籁之音 今天这低回婉转 宛若先烈的旋律 又一次飘进人们的耳骨 流进人们的心田 停滞了十四年之久的苏州平潭学校复课了 这是平潭的希望 但对于整个中国走向教育强国的大潮而言 他仅仅是一簇金银的浪花 1977年的冬天 中国恢复了高考 浓浓的学习气氛浸润着中国大地 许多后来的曲艺人 当年也成为了五百七十万考生中的艺员 这位曲艺腾飞做好了宝贵的人才储备 同学之间互相 就是你有什么书 我有什么书 大家互相要穿着看 我学了哲学 可能对我帮助大地就在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写剧本 创作剧本 从哪开始 到哪是高潮 怎么来结束 这个告诉我 他的从理性方面应该说 对我是潜移模仿的一种学道 全国各大艺术院校相继恢复教学 这让曲艺人对曲艺的现状和自身的发展 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和迫切的诉求 大家就呼吁 说为什么都有艺术院校 唯独我们曲艺就没有呢 应该有个学校的管理 学校的编制不更好吗 为了让曲艺的兴盛 有更长远的恩基 罗阳以及侯宝林 洛玉生等老一位曲艺工作者 四处奔走 拔方努力 他们的想法得到了陈云同志的重视 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1986年9月10日 中国北方曲艺学校 举行了首届开学典礼 这让中国曲艺界奋起的含义 有了更为深刻的定位 从舞台到讲台 非一字之差 这是中国曲艺奋起的新希望 曲艺名家风采依旧 心火相传 后继有人 洛老师曾经给我们上过课 逐字逐句的来讲 不光是在唱腔上给我们讲 包括我们冷语气风 韩晓川这个词 就是古词他都在给你讲这个意义 包括一朝一世的那个首饰那个变化 确实那堂课极有心 中国曲艺教育体系的建立 最重要的缘由是推新人 在这一点上 相声大师侯宝林 走在了前面 好的成绩 这两位大家都熟悉吧 一个是我的徒弟 一个是他的徒弟 下面的话就由他们说起 一个曲艺界的泰斗级人物 在亿万观众面前说出 下面的节目由他们去演吧 这样的话 其意味是那么深邃 其胸怀是那么宽广 这是因为 头老先生对曲艺的发展 有着更为长远的思考 有着更为 学义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